我们那时候罪伤哪里 我们那时候本来民调 选总统拉得很近 后来输了很多票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们讲小草小草 小草是不是投给 柯文哲的年轻人 我们有50万 就是我们国民党的韩粉 是国民党 可是没有投给侯友宜 却投给了柯文哲 才造成二三名这么近 这50万叫韩羞草 很愧疚你知道吗 这50万回来了嘛 因为你是个烂咖嘛 你柯文哲 专门说我们开机 第一个 我跟你讲影响多深远 对国民党以后的权力结构 讲一听好不好 第一个院长我拿到了吧 怎么样 我们厉害吧 政务院长都我们 第二个总招有战功嘛 听起来很腰斑的样子 我尽量谦虚 第三个最严重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下次朱立文联任主席明年 可能没有对手 真的假的 稳住盘势了嘛 这个话讲太早 有可能 我跟你讲 今天不见得 我说有可能 我不是说一定有可能 因为如今 老父是同舟计划破 过格回来的 回来没多久当总招 老父会支持他做嘛 做朱连任 韩国瑜不能选嘛 只剩一个赵套康嘛 我插一句话 盧修运不能涉险 对不对 我这主席的位置 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没有当党主席 被提名的总统一定输 就是国民党的历史经验 你总统候选人没有兼党主席 没有赢过 所以朱立伦要继续当党主席嘛 那下一个总统候选人一定也是输 他自己就要当总统候选人 你在说什么 你动作朱立伦退休啊 直接宣布赖清德连任 你动作人退休 赖清德还没就职 好我继续讲 是不是这样 你一直就说 我们要是党主席还是朱立伦 我们保证赖清德连任成功 我们钟晓平虽然低调谦虚 还是要让他好好地讲一讲 我跟你讲终于认 我们这些含羞吵五十万人 这些韩粉终于认清楚 你这个柯跟黄是怎么搞 韩国瑜一次一次出卖他 所以韩国瑜谢天谢地 跟金马奖颁奖一样 就没有谢老柯皮好不好 他知道这一局 最后一定还想把他弄死嘛 我说绿跟白还在谈 就是还在谈正的 正的当然是绿 白的还想给黄三人赛 就把他干掉他的院长嘛 他差一点也没当到院长 我怎么会感谢你 你们合起来弄我好 所以我们开心的是 今天柯文哲大败 他回到变成绿的范围 前绿 黄三人变成正绿 又回到提名 他内湖南港的怀抱 民进党的怀抱 然后黄三人又坏 黄三人怎么坏呢 我觉得你们蓝绿真的很奇怪 绿的说白的是小蓝 你们蓝的说白的是小绿 我觉得无情 第一个 卓榮泰主席跟黄三人 是有交情的 他那时候提名他有帮忙 就李亮干掉 那个高家瑜那一场2016 第二个 你是最绿的光谱 你在所有的八席里面 民众党 你马上说没有用的五十一席 翻脸跟翻树一样 叫谁敢跟你做朋友 这很可怕 人之间没有一点温暖跟厚道 我觉得很可怕 又吹牛说 我跟你讲 我本来院长是我了 是因为我们不要新潮流 不要餐饮商 我才没院长 你不要往脸上贴金 谁要让你当院长 这对师徒胡说八道 而且自大狂妄 集所有的一切 我们政治可以完成这样 所以你说最近的事情 不是伤柯文哲 也伤了黄三三 黄三结束了 最伤当然是黄三三 黄三还有什么价值 你再选择看 黄三好像改变主意 两个双黄对调 选台北市跟新北 黄国藏 黄三想选新北 黄国藏想选台北市 我据我了解的这个概念 因为他曾经找一个人 要去选当炮灰 到新北去选立委 但不容易中 他跟这个人讲说 他要布局想选新北 你说黄三三 对 我孤隐其名 我保留消息来源 我不会像柯平 一直会出卖陈永新 我不会 我跟他不一样好不好 然后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布局 那你到新北又怎样 你台北选了一次 第二次当然就弱了 不可一败再败 他大大的影响到 他新北的机会 其实选 也可能十几% 也不是二几% 足以拖垮国民党的票 那情况对我们国民党是有利 难怪你奋不顾身 赶不忙的贴他是深绿 他真的是绿 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接受 他可以妄想接受民进党 让他当院长 干掉游汐锅 你看这是什么人 再拉回来 那之后 投完院长 就是几个重大的法案 蓝白的工坊 谁跟谁合作这是关键 我跟你讲 举例说 这个NCC投票 我认为蓝白是一起的 举例说中天恢复 我就不相信柯文哲敢去支持中天赴台 这每个议题都很重大 我讲四五个议题 真正的攻防这四年的焦点 然后退休军工教的替代率 你要怎么走 你白要怎么走 然后浅见 你要不要对付黄曙光 绿的会动他 我认为赖会动任何的弊案 那我们更会追打黄曙光 你黄山这样的态度 黄山代表白吗 他是八分之一 所以真正的议题的工法 好看在这里 这几个 所以傅昆奇 他现在明白了民众党的虚情假意 但是还是会一案看过一案 当然 该合作还是要合作 只是说怀疑的心要多一点 对啦 防人之心不可无啦 好 小嫂门看到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明明投民众党 民众党也没有投给韩国瑜 那韩国瑜为什么会当立法院长呢 好这个ABC慢慢去了解 我们要来看的是国际媒体怎么看 日本经济新闻说了 台湾的立法院长是亲中派的 韩国瑜是 对下任的总统构成障碍 这是什么意思 是韩国瑜当选之后 怎么会对赖清的形成什么 那个障碍呢 是施政作为上的嘲笑也大 还是说对于连任 这个韩国瑜会抱持着企图心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外媒记者凭韩国瑜上任 台湾过去超成功的国会外交 恐怕会松动 张家俊直接说胡说八道 韩国瑜英文很好的 他们家开的是双语的贵族学校 英文很好的也很有教育概念的 不要胡说八道 路透社怎么说呢 台湾选政党观点亲中的人当议长了 那当然这个是韩国瑜自己亲中没话讲的嘛 一上来就说九二共事定海神针 但我还是要评论一下 因为刚刚国民党要送给民进党一个礼物 就是说这个白绿盒的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我们不想收了 想还给这个国民党原汁原味的还给他们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 柯文哲这个礼物 我觉得已经 民进党已经真的收过一次了 觉得这个好像品质不太优了 请退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最后补充一点 刚刚那部分是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评量心去思考这件事 而且退一万步 就真的如果柯文哲说的也都没错的话 柯文哲真的是很不会谈判的人 他谈判的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然后两边都可以得罪 过去在选举当中跟国民党谈判 这个六点协议 其实是一样的结果嘛 结果后来爆炸爆炸到闹出国际笑话 甚至有外籍媒体 全部都在评论这件事情 结果现在 你这个选举过了 然后你关一个立法院院长的一个讨论 结果也爆出说 你真的是一个很烂的谈判专家 难怪葛来会说 想象如果他当总统去跟中国谈判 还得了 是因为我们立法院院长 其实事实上真的会影响到几件事情 外面有点到 第一个是你两岸的一个走向 因为你今天国家的总统 已经态势很清楚了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主权 我们跟两岸的议题 我们要稍微谨慎一点 去思考这些议题 但是你今天立法院 其实也扮演我们国家 政府的一个龙头之一嘛 并你的民意机构就是在此 你的这个未来的预算 也是立法院去审 那所以很多媒体现在担心就说 他到底是不是亲中 我说怀疑其实就是 他们已经定位他是亲中了 彭博社2019年当时韩国瑜 才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彭博社的标题 就是说亲中市长 现在已经这个过了五年了 过了五年之后 我刚刚我统计了一下 美国之声 Ajotimes亚洲时报 日经新闻 路透社 连香港的报纸都说是亲中 你说你亲中被谁定位不清楚 你被香港的报纸定位够清楚了吧 香港的报纸都说 韩国瑜是亲中的 再来自由亚洲电台 再来连这个新加坡的海峡日报等等等等 都认为他亲中 所以这第一个大问题 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国防 因为大家就联想到亲中 就联想到国防 因为未来你国防预算 你立法院怎么省 所以今天大家很担心 因为刚刚提到浅清计划 但事实上除了浅清计划 还有很多的国防案子 未来要持续的推展 因为这影响到的 是各国对于台湾的信心 对我们守护台海和平的信心 所以如果未来 我们有一个亲中的院长 这个会如何影响 我们在国防预算的一个讨论 这也是外媒在讨论的哦 外媒当中还特别 点出专家来说 这个是美国之声 点出专家说 如果这个韩国瑜当院长 会对我们的这个军售案 会对我们的这个军事预算 有如何带来影响 所以美国人会关心这一点 台湾当然会关心 那最后一点 就是立法院的僵局 因为韩国瑜他并不是一个 就大家可以想象 韩国瑜并不是一个 很融合可以跟各政党合作 互信协调建立 这个一个互信基础的一个人吗 过去都不是 现在当然也不是嘛 所以未来针对预算 针对重大的国家方针 针对重要的政策 你要如何进行 而且具有信用的方式 进行各政党之间的一些协调 所以我觉得 现在外媒会担心这几点 其实也反映出 我们国人该担心这几点 第一个亲中 第二个国防这一块 第三个有关政党之间的一些协调 会不会导致立法院的一个僵局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 我们当然啦 因为他刚当选 也要给他机会 没有人 我觉得没有人在场会觉得说 韩国瑜你就是绝对会失败 不能这样说 为什么 他刚当选 给他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全民会检视这个机会 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觉得国际媒体自然会有好评 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那恐怕这些标题只会继续下去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 by bwd6